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骗子没良心 骂得我是头都抬不起来啊 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流 受一个土坛子的启发 他从边角料理掏出百万财富 看云南西双版纳的马莲拎着大盆闯天下 靠行动证明自己 欢迎收看制服经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马莲是一位奇女子 猜猜看她手里的这个大盆有什么用场呢 没想到吧 人家是用来收猪的 而且用大盆收来的猪 在她手里一年能实现六百多万元的销售额 此时此刻 马莲正在通过制服经官方微信和网友进行互动直播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制服经官方微信 您将有机会收到马莲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 估计观众朋友一定会跟我一样好奇 那我们先去看看它是如何用大盆去收猪的呢 马莲看中的猪 每公斤都比市场价高出四元收购 一头猪能多卖一百多元 所以村民们都抢着把猪卖给它 别人收猪都是提着秤 但是马莲收猪的方式很特别 别人来收猪 拿秤秤啊 这个老板娘来秤秤好 她又拿捧秤啊 太麻烦了 她捧起了就让她来收猪 她提了捧来不香 别过 别过人家提秤来 每次收猪 马莲一定会提着这个大盆 这个大盆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战不满大盆的猪 马莲嫌气太小 坚决不要 另一位村民特意找了一头大猪 马莲坚持按照大盆的标准收猪 这位大哥被拒绝后非常生气 扭头就走 马莲今天到底能不能收到这种标准的猪呢 终于选中了一头符合马莲标准的猪 这头猪躺在这个盆里也是舒服自在 你看它的身子正好屁股啊 这边 你看除了头以外 其他都可以放在棚里面去 所以的话 这个猪的话就是非常 符合我们的收购标准的一头猪 这一天 马莲跑了三百多公里的山路 从三个村子里才收到这符合标准的四头猪 马莲说 这个大盆就是它的聚宝盆 靠着它一年销售额超过六百万元 当然 钱不是那么好赚的 没想到 马莲精心挑选的这四头猪 刚拉回自己的基地 意外就发生了 记者赶紧跑过去一看 发现这个深坑里有几个无望的小眼神 这一些猪可是马莲的宝贝 它从一头猪身上就能赚到三千多元 一头头猪被救上来 检查没事后 马莲松了一口气 这种猪一头的收购价在一千多元 马莲买回来后可以开发出价值四千多元的产品 这究竟是什么猪呢 这些运动能力很强的猪 跟马莲收回来的猪是一个品种 这种猪当地人称之为东瓜猪 也叫滇南小耳猪 是云南有名的猪种 在外观上面看来的话 嘴尖尖的 耳朵小小的 那个尾巴 不是它甩高一点 我们根本看不见 它就是这种品种长不大 因此而得名 不是它和冬瓜有什么 而是它的体型圆溜溜的 像冬瓜 这种猪最大的特点就是野性强 闹腾起来就停不下来 冬瓜猪体力好 照着对方的耳朵一直猛咬 拓打到一方认输绝不罢休 为了保持冬瓜猪的野性 当地一般都是采用半散养的方式 从前村民们每年养个一两头 都是自己吃 在马莲的带动下 近几年有了规模化养殖 这种猪每年能给马莲带来上百万的财富 当然这些财富离不开它收猪时拎着的大盆 马莲出生在西双版纳蒙海县蒙网乡平头梁子村 从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小时候在我十岁的时候 爸爸没有了去世了 我和弟弟就在村寨里面 这家吃几碗饭 那家去吃一两天 这样长大的 十七八岁的马莲 就肩负起养家的重担 做起了给别人擦鞋的生意 为了供弟弟上学 不怕脏不怕累 一天至少擦上百双鞋 这一干就是五年 马莲每次回老家的时候 都需要坐船过蓝沧江 他就在这坐船的过程中 发泄了一个商机 可是这也让他背负了一个骗子的骂名 当时西双版纳的旅游业 已经非常火爆了 2011年 马莲拿着擦鞋赚来的钱 在蓝沧江边开了一个小饭店 做民族特色餐饮 大部分游客都只说一道菜好吃 马莲为了打出自己餐厅的名气 决定只做这道菜 就是这道芭蕉叶烤猪肉 占了整个营业额的百分之五十 供不应求 可是能做这道菜的冬瓜猪 在当地养殖的非常少 2013年 马莲在他老家牵头成立了一个合作社 村民们负责养猪 他来负责销售 没想到一年后 马莲却招来了一片骂声 提生气的那是 被骗的那种感觉 村民们都觉得猪养得越大越好 可是等到第二年收猪的时候 马莲就拿出这个大盆 很多猪都装不进去 被拒之盆外 东瓜猪本身就是肥肉率很高的猪 马莲按照自己做烤猪肉的经验 如果一头猪能正好装满 这个直径75厘米的大盆 这个猪肉的肥瘦肉比例 才相对合适 为此村民觉得 不收猪的马莲不讲信用 十分生气 再也不愿意和他合作了 还不想卖给你呢 你跟老板他咋不进 马莲觉得自己很冤枉 因为合作之初就跟村民谈好了 只要按照标准养出来的猪 每公斤都高于市场价四元收购 可是第一年 好多村民还是习惯性地 想把猪养得大一点 马莲为了让村民们觉得它够义气 主动帮助联系收生猪的朋友 不仅销售出去了这些猪 还挽回了村民们的损失 为了养出更多达到标准的猪 马莲想了一个办法 帮猪减肥 这些呢都是我们用来喂猪的 为什么会想到拿水果就是给猪吃呢 像我们这边空地特别多嘛 所以我们就种一些水果 这些水果种了以后 老百姓品价好一点的可以卖 又可以额外增加收入 然后同时呢 剩下的我们就可以喂猪 营养也跟上了 肉质也变好了 一举多得 每次我来喂猪的时候都吃得饱饱的 它也饱了我也饱了 而且应该说木瓜吃的美容嘛 我相信猪吃的也是会越来越健康和漂亮 即便如此 现在村民们偶尔还是会养出达不到标准的猪 这种时候马连也总是会去牵线搭桥 帮助他们从其他渠道销售 芭蕉叶烤猪肉 就是用冬瓜猪身上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烤制而成 吃起来肥而不腻 要达到这种口感 猪的体重必须控制在五十到六十五公斤以内 货园稳定了 2014年四月的第一个星期 他就卖出了六七百条打包好的烤肉 可是这么好吃的烤肉卖出去 马连却被骂成是大骗子 骗子没良心 骂得我是头都抬不起来 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流 原来烤猪肉的保质期很短 加上西双版纳地区天气炎热 游客还没带回家就变味了 那个时候我总共赔了一千多条肉 并不是说他们买走一千多条 而是我很多是酸辈赔 那段时间马连都不敢卖大包的烤肉了 生意一落千丈 但是村民们养的大批量的冬瓜猪 也马上要到出篮的时间了 马连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直到有一天 他想起小时候外婆给他烤的一种零食 一下有了灵感 不仅解决了这个难题 还让马连一年卖出两百多万元 干巴是当地的一道传统美食 只需要把盐巴撒在新鲜的猪肉上 揉搓腌制后 像这样穿成串 用炭火熏烤整整一天 这种做法既能保留冬瓜猪肉的原汁原味 还可以长期储存 可是要想干巴好吃 制作干巴最重要的东西 就在这个炭火里 这个东西最好是在下雨天去找 今天我要带你去找一个 我们肉好吃的一个秘方 您看这就是橄榄树 我做干巴的秘籍就在这些树岔上了 为什么要下雨天来呀 它充满水分的话就更好做一些 这个橄榄树 结完果以后这一季要勤修枝 不然的话明年它就长不好 这些不能结果子的树枝 都是需要被修剪掉的废树枝 那么马莲要这些潮湿的废树枝 有什么用呢 我们烤肉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种方式 我要把橄榄树的树皮刮下来 然后放到我们烤肉的火炉里面 和肉一起熏烤 这样的话肉的上面有橄榄的清香 经过一天的熏烤 肉就变成这样了 用橄榄树皮烤出来的干巴 不仅减轻了肉的肥腻味 还多了一点淡淡的植物清香 为了促销干巴 马莲经常举办一些 别开生命的活动 今天举办的是小猪赛跑的比赛 只要游客们猜中 哪头小猪跑得最快 就能获得一份价值七十元的干巴 但是你要拍的话我就 预备 加油 四号 开始 四号 加油 四号 加油 四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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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 加油 四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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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跑冠军 二号 所有猜中的顾客 都得到了一份这样的及时干巴 生意越来越红火 马莲也越来越高兴 到年底 销售额一举突破了两百万元 然而没想到的是 年底一算账 马莲一下子蒙圈了 明宁卖了两百多万元 可是真正赚到手的钱 却连一万元都没有 这一年算是白忙活了 马莲的日子还是过得紧紧巴巴 可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买这头猪一千四 我卖出去才一千一百多 那我是不是还亏了两三百块钱 原来干巴只用冬瓜猪身上的瘦肉和五花肉部分 剩下的边角料太多 马莲根本没有办法处理 你说一天三百公斤的肉 怎么去处理那些边角料 吃吃不了只能扔 倒的是肉 痛的是我的心啊 那些都是钱 那是一段让她最难熬的日子 当时马莲已经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孕 可是她为了保住饭店 只好住在饭店旁边捡漏的茅草屋里 那时候真的很苦 真的很苦 下雨的时候啊 我记得是凌晨四点钟 我睡着睡着 怎么会觉得我的一半 一半的挖腿是湿的 拿了一个小电筒 一罩 哦 上面通了一个洞 然后就一直滴到下面去 那时候那种感觉 真的真的是可怜自己 因为肚子很大了嘛 然后雨又滴到下面来 自己又睡到旁边 就是自己已经非常坚持下去 每天忙死累活 也赚不了钱 预产期也马上要到了 就在马莲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婆婆上山 给了她一个妥坛子 就是这个坛子 启发了她 让她走出困境 找到了稳定赚钱的好办法 您来看一下 这个坛子就是当初 帮我解决边角料的问题的一个方法 这个坛子看什么普通啊 您别看她普普通通的 这是我婆婆交给我的一个秘方 有坛子了以后 一头猪可以让我多赚八百块钱 这个坛子里究竟藏着什么呢 那就是二十九公斤 这一勺一勺咬进坛子的 就是油泡肉 是当地储存肉的传统做法 放进坛子里的肉 可以储存一到两年不变质 把肉切成这样十厘米左右的方块 放在这个大锅里 翻炒至少五个小时 冷却之后 把肉和油都咬进坛子里去 油一定要没过肉才可以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为了防止肉发霉 盖上盖子之后 一定要在坛口周围 倒上水来隔离空气 这么一坛子肉 足足有五公斤 它定价一百八十元 这一百八十元 是由它原来要扔掉的 边角料所带来的 为了打开销路 马莲找到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人谈合作 这个人就是在蓝仓江边 做游艇项目的老板 每天都会有上千名的游客 来蓝仓江上游玩 中途他们会被送到 游艇接待站休息 但当时除了一些茶水之外 没有任何的服务项目 在马莲看来 这就是他赚钱的机会 他跟李永中商量 你这里给我带来客源 我可以拿出油泡肉和干巴 给游客提供午餐 这是一个共赢的想法 老板李永中毫不犹豫 就答应合作了 我们的游客 一天达到一千 一千二 一千三 就是全年下来 是在十九万人左右 我省钱 马莲赚钱 而且让客人也开心 玩得开心 到2015年 受到坛子启发的马莲 换了个包装形式 开发成了便于携带的罐头和香肠 销售额突破四百万元 最关键的是 这其中的利润相当可观 味道特别好 口感特别酥口 那种爽 然后肥而不腻的那种 一起买就喝 这个东西吃起来 感觉那个味道 有点那个香香的 它是要回味一下 感觉很好吃 特别喜欢老爷们好酒喝 马莲在做油泡肉的时候 他发现 还有一种被忽视的边角料 也可以拿来赚钱 骨头是我们一整头猪 剩下最多的东西 除了油泡肉以外 骨头是没用的 然而 马莲能把一头猪身上的骨头 卖出八百多元 这和收猪的大盆 密不可分 冬瓜猪又被称为细骨猪 骨头十分细小 这个是大白猪的骨头 而这个呢 是冬瓜猪肉的骨头 明显大很多 明显大很多 而且它这骨头很脆 这两三下就断了 它这个骨头 对 这个大白猪的骨头 怎么砍砍不断 就是因为它很脆 所以的话 我把它研发出了一款产品 比它在市场上当卖的价格 翻了三番 我们在收购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它腿细和腿短 不超过盆的这个主要原因 骨头如果尝过那个盆的话 就说明它的体型稍微偏大 如果骨架大的猪 做出这个的话 它会很硬 而且还会搓嘴巴 这道菜叫骨头参 把冬瓜猪的骨头剁碎 加上香料煸炒 吃起来特别下饭 马连的游艇接待站的餐厅 生意越来越好 最多的时候 一天要接待两千多人 马连就是从这些顾客口中 又听到了一个商机 这个财富必须要等到半夜才能找到 他刚刚才睡 还没有睡迷糊 他的警觉性很强 一听到声音就飞了 你白天抓根本抓不到他 因为他是从 会从平地飞往高处 马连小心翼翼要抓的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马连开始慢慢地靠近他 这种要小心翼翼才能抓的鸡 当地称之为茶花鸡 马连把这种体型小 野性强的茶花鸡 做成了这样的美食 肉质筋道细嫩 满足了不同顾客的需求 截至2017年 马连带动了三百多户村民 养殖冬瓜猪和茶花鸡 更重要的是 他把他的产品和当地旅游业 巧妙地结合 年销售额突破六百万元 马连的父亲在马连十岁那年就去世了 他自力自强奋斗不息 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马连总说自己像蜗牛 往前走的速度很慢 但尽管慢 只要走下去 就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好了朋友们 马连的直播还在继续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您将有机会收到 马连为您提供的礼品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十年前一次猝不及防的伤痛 让他改变了追求的方向 这个人生在自然灾害面前太渺小了 拥有再多的财富都没有用的 他放下房地产生意 一头扎紧大衫 他投资千万种竹子 把竹笋卖给一群特殊的客户 他从稻草里找到方法 冬天涨出竹笋 价格提高十倍 周恩君人到中年再创业 让财富在万亩竹林里爆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